第七十七集团军某特战旅的气象引导小组 正在为即将展开的山地丛林跳伞训练做准备 这个正在执行气象引导任务的老兵名叫王富强 他是七十七集团军某特战旅气象预报技师 一级军事长 引导飞机飞行方向的T字簿徐徐展开 观察员准备 准备 准备 放 看一个吧 好 可以 四两八 四两八 两三五六 两三五六 地面风 水时风 0.4米每秒 平津风 0.3米每秒 气象气球急速升空 精准的气象数据被迅速暴动至地面指挥部 同时机场跳伞员迅速集结 蓄势登上直升机 新兵第一次跳伞训练 旋即展开 战机轰铭 铁翼飞旋 八号腰动摇 回答腰动摇 声音好 腰动摇 进入基点 根据实时气象信息 王富强引导直升机爬升 前进 飞向着陆场上空 准备 腰动摇 准备 腰动摇 准备 腰动摇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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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放员一声令下 跳伞员相继越出舱门 朵朵散花四地在空中展开 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六号 拉风的跳伞员 你们的伞开得好 请面向注意点 单速拉左 双速拉右 第二领 第三领 注意 避开 第二领 拉右道 第三领 注意 避开 好 其他领远 注意观察左右领 就在这时 一名跳伞员遇到了突发情况 跳出之后 伞开了之后 明显感觉到同架次的人都在向下降落 而我明显感觉到有一股气流在拖着我往上升 山地从零跳伞 因为它是一个山地 山地会存在一个山孤 山傲 如果是风从两侧吹进一个山孤 它沿着山坡的银坡面吹过来的话 它就会出现有一个上升的气流 着陆场以外区域不是荆棘密布的树林 就是纵横交错的河谷 一旦落入其中就有一定的危险 眼看跳伞员就要飘出着陆场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第五名不动啊 第五名可能是一道上升气流了 它的伞再往上走 心里是比较慌张的 因为是第一次跳伞吧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地面上紧盯跳伞员飞行轨迹的王富强 迅速喊话 向跳伞员发出策划指令 第五名 不要慌 你遇到上升气流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手 它是一个圆形的降落伞 我拉下相邻的两到三个伞生 它是一个圆形的降落伞 我这么一拉下的话 就是迫使它降落伞 它的阻力面积就减少了 阻力面积减少以后 增加了它的下降速度 这样的话 就是能够避免上升气流 飘出着陆场迷失方向 不仅意味着丧失作战能力 遗物战机 更会威胁跳伞员的生命安全 就在这危机时刻 每一秒钟对跳伞员都是煎熬 它能够按照王富强的指挥 做出准确的处置吗 请拉下相邻的两到三个伞绳 拉下两到三把 听到王富强的地面指挥 跳伞员从短暂的慌乱中平复过来 他拉动伞绳 不断调整飞行方向和速度 然后我就伸起双手 拉下两侧两到三个伞绳 然后拉到腰际 然后进行测滑 第五名可以了 可以接受测滑了 好 降落伞恢复正常 地面峰2.8米 地面峰2.8米 现在高度大约50米 可以做好着陆准备了 大约30秒钟之后 跳伞员顺利摆脱上升气流 最终稳稳落在了预定着陆区 惊险一刻 王富强沉稳化解 在基础跳伞的情况下 在高度800米 从离开飞机到着陆 如果降落伞没有张开 大约也就19秒就着陆了 这也就是别人常说的 跳伞员的生命 只有19秒 准备 打开 跳伞员想要在短暂的19秒 实现完美一跳 第一步就要学会叠伞 像这样的基础圆伞 有30根伞绳 每根伞绳7.5米 一根伞绳承受着150公斤的拉力 降落伞是跳伞员 遇风飞翔的翅膀 更是他们生命安全的保护伞 平铺伞绳不能交叉缠绕 整理后的伞一边要上下整齐 像切过的大白菜 王富强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要当兵的话 应该是93年12月 这证明的这个领导呢 就说我们特众部队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都要学 这一下子就激励我这种 敢于冒险 敢于挑战的这种心理 所以我当时呢 就依然选择了一个 这个四川这个特众部队 好 我再帮着纠正一下看看 二十多年前 因为军事训练成绩优异 王富强争取到了 参加全军首批特众部队 散将干部武干集训的机会 这个一名特众兵 如果能够参加跳伞 就像给我们陆军 安了一对翅膀一样 可以在空中翱翔 我想把这个特众兵 做得更完美一些 挑战自己 在拿的时候 拿二上四下 注意底下这个伞衣 现如今 王富强不仅是一名 惊艳老道的气象预报技师 还是实跳千余次 有着二十多年 散训经验的散将教员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 跳伞真正难的 不是跳下去 而是如何保证 所有人安全落地 除了叠伞以外 要想在十九秒内 实现空中惊跳 跳伞员还必须经历 严格在地面训练 上飞机 地面困练 地面困练 后面困练 起来 你这个出来以后 要向乌龟头 兔子背 收起 背要 对 两个背要夹紧 两腿要靠拢 腿部向后坐一点 从我开始学 学着跳伞的时候 也是他教的 给我我的感觉就是 班长当时 他总黑这个脸 就是 首先是怕他 当时的嘛 他对训练的下 非常严格 好 还停 你怎么用 右脚踏肌门 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 都是用左脚踏肌门 要注意这点 退后一 重来 我平时下来呢 可能会有 就是说说笑笑 但是我在训练场的时候 那是不一样 对 我把脸一拉下来 本来皮肤又黑 下场 我又特认真 没有带一点微笑 所以他们呢 也就是特别地害怕我 日复一日的训练打磨 战友们早已摸透了 王富强的脾气 怕他 也爱他 一个初级跳伞员 要登上飞机 完成凌空一跃 必须要完成 168小时的陆地训练 即使经历了 如此扎实严格的训练 实跳时 机舱外千变万化的 天气条件 和难以预料的 突发状况 对跳伞员的心理素质 和应变能力 仍然是巨大的考验 当我跳离飞机之后 我感觉我的伞 已经张开正常 但我想抬头检查 伞业伞生 是否张开正常的时候 发现我的头 却抬不起来 我当时就判断 可能是伞绳发生了扭进 这一次的高原固定翼 运输机跳伞 投放速度更快 投放空域更高 复杂环境 增加了危险情况 发生的可能 你比如说 你叠伞 穿伞一套 穿伞绳 离机姿势不正确 等等 都会造成伞成扭进 伞成扭进 出现的情况 主要表现在哪里 就是伞 伞开以后 由于受到外力的作用 它伞绳会搅到一起去 这种情况 它就叫伞绳扭进 伞绳发生扭进 会使跳伞员头部上方的 四片操纵带收拢靠近 压得跳伞员抬不起头 当遇到伞生扭进 我们要先判断 扭进扭着多少 我们再进行处置 危险时刻 跳伞员想起了 王富强在讲解特勤处置时 反复强调的动作要力 当时想起了 王文长给我们的动作 就是头抬不起来 顺着这两个操纵带往上 抓住两边的操纵带 向外拉扯 第一列 谁要转 好不好 将伞绳扭进 模拟两到三圈 好 开始 高空纵身一跃 一旦遇到特勤 跳伞员思考并转化为 准确处置的时间 仅有几秒 最直接的抉择 往往出自最本能的反应 两边伸直 它会自然旋转 第一圈可能会旋转得慢一些 在平时的训练当中 我们会穿插这个特勤训练 我们要进行这种不断的提醒 不断的训练 让跳伞员形成那种肌肉性的这种记忆 它一发现 它就果断地处理掉 在散将专业里 没有气象引导就没有飞机的准确飞行 和跳伞员的安全落地 2017年 面对特战旅培养气象引导技术骨干的机会 精通跳伞又在1997年 接受过气象引导培训的王富强 再一次选择突破自己 虽然说我在20年前学习的时候 是被评为这个优秀学员 但毕竟这个知识已经过了20年 数据这块是不是有变化 计算这块是不是有新的改革和变动 这块我不知道 面对重重未知 从散将训练转型到气象引导 王富强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 通过询问专家 查阅资料 摸索仪器的使用方法 王富强迅速掌握了气象引导专业的知识 引导上万次散将 确保零失误 每次我上飞机 只要看着是王班长在下边 阻止气象引导 我心里面都非常踏实的 下面我们就开始冲球 冲球的时候不要冲的速度太快 而独挑大梁的王富强 很快遇到了新的问题 该如何让更多战友 掌握气象引导的专业技术 从气象气球的冲气扎绳 到气球飞天后的精准追踪 从风向风速数据的快速准确计算 到预测跳伞员的飞行轨迹 王富强把气象引导的每一个技术要点 都悉数传授给自己的徒弟 中间主要有什么 就哪些设施呢 一个是梯子布 与跳伞搏击长空的高光瞬间不同 气象引导是一个需要吃得了苦 卖得住寂寞的专业 正因为知道这些苦 去念中爱黑脸的王富强 也常流露出温情的一面 我记得2019年在格尔木 天比较冷 我当时也没穿大衣 他看到我身上比较冷 他主动地把大衣给我 我们这个气象引导员 气象资料一旦出来以后 你要第一时间的会画 会讲 会做 二 三 起 王富强所在的第77集团军某特战旅 作为全军首批组建的特种部队之一 被誉为西南猎豹 发挥着惊打要害 体系作战的特殊作用 特战部队要锤炼 全域能打的作战能力 就要求特种兵一专多了 王富强认为 只会散将一个专业 远远不够 还在想着挑战自己 学习更多 作为一名特种兵呢 你不可能只掌握一门技能 你要掌握了更多的技能 才能够更适合一名特种兵的身份 继续建核 二班长 全队准备完毕 唐师妹 上级命令我小队 对李庄地区实行夜间侦察事务 是否明白 认识 同志 老队 从古至今 夜战能力都是军队 滋滋以求的核心战斗力之一 对特战小队来说 夜间侦察的难点 在于夜暗条件下 如何隐蔽渗透 精准发现目标 我在97年学习了这个战场电视这个专业 在这个专业呢 它在夜间 它对于我们各种侦察分队 在执行任务当中 它有很大的作用 暗夜与圈翼交织 特战小队渗透至侦察地域 使用红外线多功能侦测仪 观察目标 回传情报 战场电视它是利用这个摄像机 它记录前方的敌军事目标 通过无线电波 它传输到我们后方 终端设备上来 我们终端可以及时地 把这个情况报给指挥员 指挥员他定下决心 然后对目标的摧毁打击 或者是斩首行动等等 能够提供依据 动摇动摇 前方发现巡逻上两名 携带短步两只 完毕 知道 实时短步 在搜索前进途中 发现敌哨兵两名 特战小队迅速对其进行 继续向敌目标区域抵近 执行夜间侦察任 作为战场电视技术骨干的王富强 是暗夜战场的锐利眼睛 上级指挥人员 根据王富强回传的情报 下达火力打击指令 摧毁敌方指挥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战的一个发展方向 高跳高开使用高空溢散进行跳伞 与基础原伞相比 操纵更为复杂 着陆范围更为精准 这对特种兵跳伞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离机训练开始 训练方法就大有不同 为了机能保护飞行器的安全 又能实现特种兵隐蔽突然的作战效能 空中渗透的战术之一 就是高跳高开的散降方式 如果是地面距离40公里的话 但是我们这个行军速度是每个小时和5公里 可能我们这个40公里 要甚至到5个小时到8个小时甚至以上 在高跳高开我们以4000米为例 就是说我们在高空进行远距离渗透滑行的话 通过我们计算 它的时间不会超过20公里 这样的话我们就起到一个快速隐蔽接迪的一个目的 所谓高跳高开 就是采用高空离机高空开散的方式 进行远程渗透的散降技术 跳伞员在敌防空区外跳下 张开降落伞远距离滑行至指定作战目标区域 与低空基础跳伞相比 飞行器无需进入敌防空区 可以躲避敌方雷达的侦测和防空火力的打击 在未来 根据王富强的研究 高跳高开的散降技术将会在侦察引导 远程突袭等等方面提高特种部队的作战能力 而他挑战自我的步伐还在继续 我的初衷是谁 我来到部队又是干 我更愿意在部队上发挥这光和热 更愿意把我在部队学的技能 传授给我的战友 让他们也更好地在部队上安心工作 为国家们做出互献